在投票日的早上,市民就去到不同的票站投票 而前特首董建华和一些政府官员 早上又去到自己所屬的票站投票 而特首梁振英,早上8点左右就去到所屬票站 高主教书院投票 但就遇到社民连主席吴文远,梁国雄和古思瑶等人示威 示威人士被警方安排到票站对面行人路 他们大叫口号,呼吁港岛区的选民 用选票踢走建制派,踢走梁振英 在梁振英进入票站期间 社民连主席吴文远就向梁振英订责物,但没有订中 吴文远事后解释 向梁振英示威的原因是因为今次选举不公平 和社会福利政策的不善 我们的诉求认为今次的选举是公正的 因为有这个确认书事件 令到有部分的本身想参选的人都参选不到 而第二呢,我刚刚就向梁振英 就丢了一个烹鸭鱼三文字,就是臭鱼一样的 就寓意告诉梁振英,到今时今日,到今日为止 也有很多香港的老人家,都仍然没有一个 基本的生活保护人的饱饭 除后梁振英和太太梁振英 分别将选票投入票箱 并且呼吁市民积极投票,之后离开票站 而社民连等人亦都和平散去 选管会公布,截至早上的9点半 选管会总共收到186宗的选举投诉 其中116宗关于选举广告 17宗就关于拉票活动 珠时网记者,萧文怡报道 所得到186宗开票 成为相irl随人的小时 最后一点的动作 响习战党 自然的小时 互据 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